滴滴打车的出现 替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快捷与方便 但同时又增添了许多的隐患 例如骇人听闻的空姐被害案件 司机抵驾案件等 那么南京街头的路人们 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请问您是否知道前段时间 发生了滴滴空姐被害案 据我们所知 犯案司机曾被举报过性骚扰 但是客服并没有受理这件事情 最终酿成了这样的惨剧 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一定是滴滴公司的失责 当时也有爆出来 他和他的朋友有聊天记录 他也跟他的朋友说 感觉司机的行为很奇怪 但是他也没有做出任何的措施 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有一定的可能 出门之外恐怖有一个短感 就是他可能觉得司机的信息 没有得到备注 一来是滴滴对司机监管能力的不足 第二个也是这个静明空姐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 所以他才那样成了这样的惨剧 那您是否知道顺风车会给拼车对象 一个印象评价 而这个印象评价本人是不能删除的 它对于女性的评价有以下几个 成熟性感 美女萝莉声音好听的 您是如何看待这些评价 作为一个女性 我看过来觉得这种评价是很不舒服的 就是其实 而且是在我本人为之情况下 人家对我评价 就我觉得这是一种对女性的不尊重 可以说对我们的就态度之类的进行 可能不能说对我们的外表 进行的评价 全是带有一些现代网络性的一些 并不是对女孩子的一个客观的评价 这些印象很明显是构成一种性骚扰 在国外只有算是性骚扰 就感觉类似有点像社交平台了 就是给那些人一些隐私之类的 就无法保障 滴滴要求乘客 完善他们的性别年龄职业等一系列的信息 而他们公司给出的理由却是 完善资料更容易获得车主的青睐 以便提高出行的成功 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有什么用啊 我觉得出行成功率和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只是他们出于一种其他的目的 来进行这样的选择 这样挺好啊 就是他们身份核实了是吧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到他们本人吗 我觉得我们作为乘客 并不需要完善这样的资料 就像我们如果正常的打出租车 我们也不需要这些信息 所以为什么要完善这个 我就不觉得就是 你是一个出行的APP 你就应该做好这一块 你不要就是在我们社交这个方面的拓展 可能是它为了信息的完善吧 方便如果是有什么意外发生的话 它可以更加方便的解决一些问题 滴滴公司早些年的广告里面含有 你有短裙我有暖风 注定就是你的一系列 含有性爱式的广告语 您是怎么看待这些广告语 有好多广告语是这样子的 就是歧视女系列 有点消费女系列 滴滴公司上做的肯定是为了它的目标 受众男性群体这样有一种快感吧 借此来扩大自己的想力 当然是很明显是一个激情的应用方式 总不能说让滴滴沦为一个约炮软件吧 一些不好想法的司机就会通过这些就是关键词的提示 就找到了就是相应的目标 放一下手 那么您是否曾经打过滴滴 并有这一些不愉快的追忆吗 呃没有 暂时还没有 作为男性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我有碰到过很多司机的态度比较差 曾经很多次打车就遇到过一些 比如说车牌糊糊的情况 还有些司机喜欢抽烟 就是一上车 里面就是一股烟味 还没给我送到那个目的地 那您觉得滴滴应该做哪些调整和改进吗 我觉得要严加管理 就是注册司机的机制 或者是对人信息的进行 最主要的是关于车主的那个信息 必须是真实的 大家老喜欢就是一篇概全的 去把滴滴形象诋毁一下 虽然说他可能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 但是滴滴确实给大家带来了 很多生活上的便捷 我觉得他没有必要去对客人信息了解那么玩笑 尤其是对女性 应该更专注于他自己本该的指责 比如说这是一个出现APP 而不是应该偏向于社交 就是能安全做最起码的保障嘛 就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